2024年4月 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消息通过一则硬丝贴文而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有一对很受欢迎的西班牙网红夫妻在印度遇袭 这对夫妻本计划骑行环游世界 但在途径印度的时候遭到了7命男子的抢劫殴打 夫妻中的女网红本人更是遭到了7人轮流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是五月 今天的故事非常令人揪心 这是一起可怕的事件 不仅瞬间就传遍了全印度 也惹怒了全世界的网民 费尔南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类网红博主 他同时拥有巴西和西班牙双重国籍 他特别喜欢通过网络将无限接近大自然的照片与朋友和粉丝们分享 他和他的丈夫在社交媒体页面上的昵称是 维森特费尔南达 夫妻二人都是摩托车旅行的 重度发烧友 早在五年前 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环球旅行 风餐露宿虽然简朴 但是罪人的风景都在路上 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 他们已经相伴齐行走访了66个国家 总行程超过17万公里 就如咸云野鹤一般 他们并没有奢侈和华贵衣衫 一直过着简单而且纯粹的生活 尽情享受着旅途中的自由与快乐 社交平台上 他们通过镜头向粉丝们展示各地的风土人情 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有着风格迥异的文化 但在他们的镜头当中 却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也正因如此 费尔南达和丈夫维森特成了旅游博主圈里的红人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 他们的交通工具非常简陋 安全也没有保障 但是费尔南达和维森特将这种辛苦当成了乐趣来感受 他们说 这样既能享受在异国公路上风驰电掣的感受 又能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即使这趟环球之旅异常的艰辛 他们也从没打算放弃过 费尔南达还特别喜欢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里 他会在某个晴朗的天气里洗地而握小气 见到天然的湖泊 也会兴奋地跳到碧蓝的海水当中游戏一番 爱美的费尔南达还会不时与自己的粉色做旗一起留念 那种英姿萨爽的感觉 颇有安吉丽娜朱莉当年在电影《古墓丽影》中的扮相 也正是这些不一样的风光 让费尔南达和丈夫收获了20多万的粉丝 时间转眼来到2024年2月中旬 他们进入印度国界 费尔南达一早就表示 印度是他期待已久的地方 原来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网络朋友 一直期待和他们的会面 这是一名居住在印度的知名女骑手 夫妻二人到达印度之后 还接受了她的采访 在东道主的介绍之下 费尔南达愉悦地使用印度语 向观众们打了招呼 镜头中的三个人看起来都是非常开心 尤其是费尔南达看上去活泼俏丽 她的丈夫还逗趣地说 这里唯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吃的都很辣 但是费尔南达很喜欢 费尔南达还告诉朋友说 他们会穿过印度 一路前往尼泊尔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几天之后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给这对快乐的夫妻一个迎头痛击 2024年3月1日是一个周五 可能是因为周末的关系 夫妻二人没有订到合适的酒店 所以他们决定在天黑时分露营 此时的他们位于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境内一个叫做杜姆卡的地区 他们还特意选了一个当地游客接待中心附近的地点 平日里 风餐露宿就是费尔南达和丈夫的习惯 所以他们很快就搭好了帐篷 两个疲惫的旅人钻肉其中 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很快就进入梦乡 这对夫妻睡得很香甜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就在帐篷的不远处 有8个可怕的阴影正在悄悄地向他们逼近 晚上9点左右 一群印度男子突然闯入费尔南达和维森特的帐篷 那群人不分青红皂白 对他们发起了袭击 年轻的男子们身强力壮 熟睡中的夫妻俩毫无防备 完全是被瞬间击垮 费尔南达更是被暴徒盯上 接连遭到了7个精壮印度小伙子轮流施暴 匪徒们在帐篷里足足待了2个小时 还对他们进行了抢劫 最终扔下夫妻二人逃走 费尔南达和维森特没有敢立刻呼救 他们是听到坏人走远以后 才亮亮强强地跑到路边来呼救 有人看到夜色中马路边狼狈的两个人 显然是有被殴打的迹象 所以急忙报了警 晚上11点多 印度警方来到现场 他们看到路边的费尔南达和维森特 虽然没有听明白这两个外国人所说的话 但也猜得出他们遇到了危险或者是抢劫 于是将他们送进医院救治 到了医院之后 在医生的帮助之下 警方才发现这其实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案件 印度警方也立刻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 对案件进行了调查 在医院中 二人分别接受了救治 惊魂未定的费尔南达和丈夫明显还没有从惊吓中缓过来 他们共同录制了一段视频 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分散在全球的粉丝们 在医院的中心里 要是在医院的中心里 要是在医院的中心里 我们在医院的中心里 要是在医院的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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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脸上有明显的紫色瘀伤 维森特的嘴部肿胀 牙齿也碎了 两个人的精神状况明显也不稳定 燕然是在崩溃的边缘 网络无国界 这对夫妻的遭遇很快就点燃了世界上所有人的怒火 就连很多印度当地人都被羞耻心淹没 很多印度网民对此事感到耻辱 他们连连发文向受害者道歉 并给出了诚挚的建议 我对此事真是万分抱歉 我为我的国家感到耻辱 只有你们的大使馆才能真正的帮助你们 太羞愧了 应该在最快的时间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所见所闻着实令人不安 这件事情切切实实的让我们的国家蒙羞了 希望能为受害者们提供所有的帮助 罪魁祸首们尽快入狱 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这真的是感到耻辱心疼的遭遇 作为一个印度人 我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 这真的太耻辱了 希望当局能尽快干预帮助我们的客人 也有很多印度网友对此事十分的愤怒 希望涉事罪犯能够处以极刑 听说在印度的文化当中有着视客人为上帝的传统 但是在2024年看到这样的新闻被曝光出来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曾经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 当然也有人说印度也是一个充满迷思的神奇国度 眼下出了这样的事情 让全世界的人们开始质疑女性在印度的安全问题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警方的办案动作还算是积极 根据菲尔南达和维森特对罪犯的外贸叙述和一些物理证据 他们迅速的拘留了三个人 并在几天之后又逮捕了5名作案嫌疑人 也就是说虽然当天菲尔南达表示有7人侵犯了他 但当日参与袭击的可能有8人之多 印度警方负责人随后表示 在法医小组和刑事调查的帮助之下 他们会尽可能的处理案件 菲尔南达和维森特在当地暂时停留了一段时间 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们表示会耐心的等待印度警方给出一个结果 但是有一个疑问 即使这一次印度警方破案过程迅速 印度当局真的就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吗? 在印度发生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似乎司空见惯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 在过去的2023年 印度警方每天平均会接到大约90起的性侵报警 而且专家还表示 这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因为涉及案件的受害者心中 普遍的存在耻辱感 以及对警方调查缺乏信心的担忧 所以在事实上 大量已经发生的侵害案件 并不会被及时通知警方 网上有大量的数据显示 印度女性的生存环境非常的艰难 一方面来自可怕的罪犯 另一方则是来自印度司法系统对他们的忽视 看到这样的报道让五月的脑海中立马闪过 发生在2012年12月26日的一起类似案件 那就是曾经轰动全球的印度黑公交案 23岁的印度女孩乔蒂辛格潘迪 天真活泼努力上进 乔蒂的家境非常的贫穷 但她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医学院的学生 父母为了乔蒂的教育 他们不远千里从北方邦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庄 来到首都新德里 父母卖到了祖产供他独一学院 并辛苦打两份工为他支付学费 全家都期盼女儿能当上医生之后 赚钱养家 还上之前借来的学费 但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并不常见 乔蒂还有两个弟弟 在重男轻女的大环境当中 让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十分少见的 所以乔蒂实属幸运的那一个 乔蒂刚刚考完期末的各项考试 下个学期他就要到某家的知名医院去实习了 梦想即将实现 考试完毕的乔蒂也是格外的放松 他决定陪男朋友到市区看一场电影 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30分 乔蒂和男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同上了一辆没有运营资格的黑公交 从此厄运降临 因为感觉车辆偏离了正常的路线 而且车门是紧闭的 乔蒂起了疑心 但他表示疑问并要求下车的时候 车上的6名男子开始辱骂二人 并质问他们这么晚了在做什么 辱骂过后他们看起来并不解气 随后的乔蒂就被6人轮番的侮辱 乔蒂进行了疯狂的反抗 所有的恶行完结之后 乔蒂和男友被双双扔下汽车 如果你认为这已经是足够惊悚 那你就错了 汽车还掉回头来试图碾压他们 幸好此时 乔蒂的男友及时将他拉入路边的沟渠当中 女孩乔蒂的经历和今天的费尔南达遭遇相似 但他所受的伤害却严重得多 他的男友经过救治之后 伤势有了好转 但是乔蒂在抢救室里待了13天之后 还是最终寒泪离世 女孩乔蒂的经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让她的国家首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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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千名的抗议者与政府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 抗议活动蔓延至全国的主要城市 乔蒂的离世也改变了印度的法律 使得侵害罪也能被判处死刑 经过查时 6个罪犯基本都来自平民库 最大的是那名司机30岁 其中还有一个小于18岁的 侥幸逃脱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 其他的5人有2个在狱中 3个人随后被刺厚 最可悲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 其中的一个辩护律师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受害者自己应该对此事件负责 因为他们不应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而且作为未婚夫妇 他们不应该在晚上上街 这位律师还口出狂言的说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一件 侵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的事件 或者是例子 他甚至指责起了乔蒂的男朋友 说他应该对该事件负全部责任 因为他未能尽到保护该女性的责任 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 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法律精英 他从骨子里表现出如此轻视女性 究竟是他自己的问题 还是在他背后有一个畸形社会在支撑 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费尔南达的遭遇再次将这个黑暗的话题摆在了人前 由此可见似乎不只是针对印度女性 就连海外女性游客在印度受到威胁也是非常普遍的 2018年一位来自维托利亚的33岁女性游客利加 被人下药侵害乃至丢了性命 末了还被丢进了茂密的森林当中 而在该案件之初 印度警方的说辞是 该案件不涉及谋害 警方在第一次的抓捕行动之后 居然还将嫌疑人迅速放走 有一个知名国际记者大卫曾经在得知此事件之后 分享了他在印度生活的见闻 他说有一次在印度的火车上 一个陌生的英国女生请求睡在她的床上 假扮自己的女友 究其原因竟然是刚刚从过道里经过的一个印度男人 舔了他的脚 他感到很不安全 大卫还说我爱印度 并且印度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国度之一 但他还是礼貌奉劝想去印度的女性朋友们 千万别一个人去 但是无论我们今天的女主费尔南达 还是黑公交车上的医学生乔蒂 都不是在一个人的时候遭遇的侵害 可见无论独行与否 起码在目前状况之下 女性在印度出现的风险就是无比的巨大 网络上的人们非常担心费尔南达的身体状况 以感谢网络让大家对印度的安全问题 又一个深层次的了解 甚至有网友调侃说 在印度就连母蚊子都得捂着屁股飞 此前有位韩国网红朴孝珍走访印度之时 在热闹的大街上开启直播 这可是吸来攘往的大街上啊 但是偏偏就有两名印度小伙 旁若无人的对他进行了猥亵 这两个神困非但强吻了小网红 还试图将他强行拉到自己的摩托车上 而此时此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街上来往的行人大多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生情 幸好有一位在附近观看网红直播的人挺身而出 女孩做才侥幸逃脱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 费尔南达在印度的遭遇 迫使印度政府加紧了办案力度 估计这八名罪犯都不会被侵扰 另外有传言称 费尔南达和他的丈夫受到了印度政府的经济补偿 这个金额也并不巨大 据说赔偿金为一万一千多欧元 折合人民币八万五千左右 说实在的 我邻居老太太被有主人的狗咬上一口 也赔偿了几万美金 受到赔偿之后 这对夫妻貌似也和这个神奇的国度 兵事前嫌了 他们也在社交账户中发声表示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印度也有好人 珍惜生命远离危险 以后出门在外的时候 千万要保护好自己 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不安全的地方不只是有人的因素 也会有很多险恶的自然环境 会夺取人们宝贵的生命 当今的自媒体时代 有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爱冒险的女博主 会选择独自游历 什么小女子 2000元穷游西藏之类的话题 可以说是非常的吸睛 但是这样的标题 如果不是噱头而已 可想而知 这些博主有多么的不珍惜自己的性命 十年22岁的河南女网红 美美在粉丝面前立下了flag 她要徒步西藏 却在直播时突然遇难 其实网红美美所说的徒步 并不是行走徒步 而是一人一车两狗 作为一个博主 她并无团队和后援 全程吃住在房车里 而且她还会穿越无人区 一点早晨 美美在自己改造过的小房车里 开启了直播 她吃过简单的早饭 打算继续上路 但是网友在视频里 看到了一阵眩晕的镜头 之后大家在新闻中发现 美美的生命就定格在了 那个蓝天白云间 原来美美的小车 翻倒了咸俊的盘山公路上 我是土步西站的美美 为了街上旅途的开支 自制了一辆太阳能手拉房车 我吃住都在车子上 全程独住酒店 网友们根据看到的直播画面 推断美美遭遇了车祸 但是被美美生前的好友 否认车祸的可能性 事情的真相是 美美的小棚车 不幸落在险峻的入葬公路上 而她也被压在了车下 人的一生很短暂 倒也不是提倡大家不要去冒险 吴远认为 有冒险的精神是一件好事 但是一定要对你周遭的环境 进行分析 做好一切可能的防范工作 说句题外话 如果我们今天案件的女主人公 费尔南达和她的丈夫 选择去旅店投诉 如果美美没有掉以轻心 在艰难的蹒跚路上 不选择直播 而是用心观察路面 故事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吴远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 再次感谢我们下期再见